赵铁明顿时感觉有一些不寒而栗 他检查了很多遍绳子 绳子非常新 肯定是凶手买来的 而不是从垃圾堆里捡别人丢弃的 他翻阅前四次的卷宗 从照片里仔细观察每次犯罪所用的凶器绳子 发现绳子都很新 但彼此之间有差别 说明不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绳子 这个表明 凶手应该不是去同一家文具店 一口戏买下那么多根绳子 而是在这家店买一根 另一家店买一根 如此购买 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记忆 可见凶手形式之缜密 绳子是凶手几年前买的 追查凶器的来源也成了不可能 现在还能怎么往下查呢 赵铁明笔直地躺在办公椅里 仰头瞪着天花板 命案发生才第三天 警方调查的方向几乎都被堵死了 难道都第五次犯罪了 还抓不住他们 难道只能再靠大海捞针一般的登记附近居民的指纹 再逐一比对吗 此时 陈法医走进办公室 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神厅的笔记鉴定专家核对过地上的本地人三个字 赵铁明顿时立志身提到 什么结果 陈法医摊了下手 无法确定 是否是孙鸿运本人的笔记 为什么 本来孙鸿运写过的字就很少 在他家里找来找去 只找到几张收获单上 有他写的几十个字 拿给沈亭的笔记专家后 专家说 地面刻的字和收获单上的字 显然不是同一个字体 不过 这也不能判断 本地人三个字不是孙鸿运写的 因为他在危急情况下 根本看不见自己写的字 他一边在挣扎 一边凭感觉在地上画 换成任何一个人这么做 画在地上的字 显然和平时正常写的完全不同了 赵铁明无奈的冥冥嘴 那留在绿化袋里的脚印 能确定是孙鸿运本人的 还是凶手 穿上孙鸿运鞋子留下的 这次的脚印情况 比较复杂 我们自己这一边 这一方面的鉴定工作做不了 已经联系了浙大的力学课题组 请他们帮忙 通过实验确定 赵铁明点点头 好 那就等学校那边的消息吧 陈法医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 我听小杨说 另外几块常规的侦查工作 都遇到了一些麻烦 赵铁明吐口气 极致遇到麻烦 几乎完全没查到任何线索 他思索了片刻 还有个突破口 抓到那个变态老 或许有新的线索 明天 我重新安排一下人手 早点把变态老抓了再说 日头逐渐西沉 面馆门外这条街 洛文斜挂着他的胯包 不急不慢地躲步向前 来到面馆前 他稍坐停顿 住足看了一眼里面 此时 郭宇正在靠里面的一张桌子上吃面 朱慧如在收银台上打砸 两人也同时看到了他 都停下手中动作 脸上露出了一丝紧张